Hello,大家好,我是静宝妈妈 我们家的新房子呢,已经开工有一个月了 很多粉丝宝宝呢,都非常关心我们家的房子装修到哪种程度了 昨天呢,那个装修公司给我打电话说,我们家开始铺砖了 今天呢,刚好有空,就带大家一起去看一下,走吧 今天的天气不是很好,下雨,然后这边还起雾 我爸爸已经到地下停车场了,然后今天没有让静宝来 静宝还要在家写作业,然后还有好多事情要办 所以他跟着来也不方便,只有我和爸爸,我们两个人来了 现在就是,现在上楼看一下 现在看到的是我们家的电视背景墙 然后里面是两个卧室,这边是一个最小的那个卧室 现在这个地砖已经铺好了,就是客厅这一块 客厅这块已经铺好了 还有厨房这里 我家的大落地窗 我都不敢往跟前去,往下看都有点害怕 师傅现在开始铺这个过门石了 我们家的过门石已经铺好了,我和爸爸现在已经离开房子了 去那个店里看一下净水机和那个燃气热水器 再去确定一下看到底选哪一款 走吧,现在的雨是越来越大了,我感觉我们每次来房子这就下雨 我觉得挺好,风调雨顺嘛 现在马上到店里面去看一下 一小时,对非常快乐 然后选的是这个直营机 搭配刚才那个净水器 大家觉得是这个银色的好看,是那个灰色的好看 那个净水器的话,我就选择安吉尔了 现在去看一下那个里内的燃气热水器 现在外面还下着雨,下挺大的现在 现在直接来这个里内这 现在看的是里内的这款恒瑞系列 然后其实我比较喜欢这个,剑响系列 它这个是个超大的液晶瓶 但是价格呢就中间差了一千块钱 如果实用的话还是中间这一款 那就选中间这一款吧 已经确定了就要这两款 这两套下来的话得一万多块钱 感觉好贵呀 也感觉现在的钱越来越不顶钱花了 现在爸爸带我来买这个手机 现在确定了 买苹果十四Pro Max 现在已经订了 爸爸在结账